在計算algebra的時候,有時都會不乏遇到一些連續數的問題 就像這條一樣,這條就說到有三個連續數 有三個連續數的話,三個就比較容易做了 我們一般會用最中間的那個,就是x 既然最中間的那個是x的話,由於連續的關係 那麼,小過x那個當然就是x-1 那麼,大過x那個就是x加1 那麼,如是這三個連續數,就很簡單地被叻結束了 然後呢,這條題目可以說到兩兩的成績的和 那麼,先說兩兩的成績,兩兩的成績是什麼呢? 那麼,也就是我們有細中大這三個 那麼,兩兩的成績呢,分別就是細乘以中的那個 它是其中的一個成績 那麼,所以我們那條式就可以寫成這樣 那麼,細乘以中那個 那麼,然後下一個呢,就是中乘以大那個 中乘以大那個 那麼,然後最後再加上細乘以大那個 那麼,這三個成績的和 那麼,就是587 那麼,所以這一條式呢,就等於587了 那麼,然後我們就可以解題地解掉它啦 那麼,這一條式就不是很難計的 那麼,解了這個呢,就是x的平方,減x 再加x的平方加x 那麼,然後右手邊這塊呢 那麼,然後右手邊這塊呢 踢個旁邊呢,那麼我們最最後就會有一條這樣的顏色 那麼,3x的平方 那麼,如果x是正14的話呢 如果x是取正14的話 那麼,一個是x減1 那麼,就是一個是13,14和15啦 第一批是 那麼,如果x是-14的話呢 那麼,一個就是-15,-14和-13啦 那麼,那麼,這次題目找的這三個數量 那麼,就會有兩組解的 那麼,就是分別這組,第一組 13,14,15和-15,-14和-13啦 那麼,記住,由於這一條都是文字題的關係 那麼,我們當然到最後要寫一個解啦 那個解就是 13,14,15,或者-15,-14和-13啦